日语 hello大家好,我是朕夫 今天过来看下材香蜜 因为材香蜜蜂在前两周的时候 已经绑到核群了,对不对 之前我 munzi两张草始化 一边一窝的 后来后面发现这边在窝吸完之后 我就把它合群 合群之后我拍一个视频是吧 因为我用的这个香是双群香 也叫双王香 我直接抽开中间这个锅板 这样合群 有些朋友说这样会围王 围王的话一般都会严重的话 就会把这个蜂王咬洗 对不对 现在我开箱看一下蜂王还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就说明 这样合群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不会为王 因为我看这个蜂王咬 里面藏着蜂王 这个蜂王里面 全部都是一个蜂王 一个轮 我会发现说有两个轮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是工方长轮的话 很多都会有两个轮是吧 两个生计更多 现在看的话 桌里面这个洞里面 基本都是一个轮 这一片最蜂王有没有质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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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个蜂王在这一批上面 你们看这一批的蜂盖子还可以吗 这一批蜂王在这里 蜂王在这里,这个是蜂王 这个是上个月我分蜂之后新王,这个是新王 这个最大的就是 这个是新王 像这个蜂它没有压集 如果是胃糖多的话它就会压集 怎么说会压集呢? 压集就是说它上面这个蜂会封盖到上面 但是像这块蜂,你们看 这个蜂盖子做到上面 所以说像这个蜂它并没有压集 像这样比较好 蜂盖子比较多 所以说我这样合群 不会说为王 你们看这边也是也没有压集 对不对? 像这个蜂盖子还可以 像这种方式 是之前另外一窝的 或者之后大家跑过来这边 刚才我开箱检查了座下蜂 座下蜂蜂 座下蜂蜂的蜂王 蜂王的翅膀都在 也就是说没有工蜂咬蜂王的翅膀 一般为王的话 这个工蜂会把这个蜂王翅膀咬断 或者说打死这个蜂王 是吧? 现在检查之后蜂王在 并且这个蜂王翅膀正在 并且蜂王的这个残卵也正常 所以说像这样合群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朋友说不行 像这种双王翅膀我试过了几箱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